大家好,我是索菲亚,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要想讲一下就是 买回来的蟹角兰和自己种的蟹角兰 如果是已经开了第一期花 我们怎么样去做,它可以再次开花呢 这两盆花呢就是在十月底的时候 十一月初 开放的 开放完了以后 我就对它们呢做了一些事情 那么它们现在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已经出了一些小花包出来了 这些粉红色的这些点就是它们新出的小花包 看,非常多的小花包出来了 大概呢,一个月左右它们应该都会又开第二次花了 那么它们开卸了以后 我们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呢 就可以领到它再一次开花呢 首先呢就是把它的花先给摘下来 如果是还粘在上面的 有些它可能是早掉 因为它早开它就早掉下来 那还有一些呢是粘在上面还没掉下来 像这样子呢就把它摘下来就好了 摘下来以后 我们要给它追加肥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时候呢给它们追肥 那么追什么肥呢 我会给它撕 这个肥 这个呢是碰在叶子上的 另外一个 就是这个肥 它们都是一个公司的牌子 这个呢就是 用在所有植物上都可以的 这种肥 这种肥呢 就是拿来浇灌在这个植物的根部的肥 用这两种肥 另外就是还可以用这个香蕉液态肥 这个时候可以给它多点追加肥 都可以 那么下面我就做给大家看 怎么样去用这个肥 用这个兰花 这种肥呢 就 我们用它这里编的这个勺子 还有一个小勺子 它这个小勺子呢 这一头呢是1.5毫升 那么我们就用这个1.5毫升 不要用这个大的这边 就用这个1.5毫升 1.5毫升 这个呢是800毫升 800毫升 800毫升的这个这个喷壶 这个是1.5毫升 这个这么多 然后给它摇一摇 摇晃均匀了 那么就喷在它的叶子上 我这个浇水壶呢是1500毫升的 这个勺子的这个小的这边呢是2.5毫升的 这个 这个是1.5毫升的 这个是2.5毫升的 就用2.5毫升的这个小勺子 这个肥也就是 就是这个 这是从这里边拿出来的 这是2.5毫升 然后把它放进去 这样就把它交换在这个花盆里 这里呢就一定要记住 浇水就要浇透 所以我放一个盆 把这些花盆放在这个盆里 然后见到呢 浇的这个水呢 从这个底部流出来 这样就浇透了 一定要等到它开完花以后 把它的花都摘下来以后 你可以调整一下 像我这些我都已经调整过 就是它有些这个叶子太嫩的了 把它就摘下来 太软的叶子给它摘下来 然后呢做这种撕肥的事情 那么它就会第二次长出花包来 给它们撕完肥以后呢 把它放在这个阳光呢 比较充足的地方 但是呢一定要呢 远离这个暖气 不能太热的环境 它们喜欢呢 比较这个凉爽的空气和环境 那么它们就会第二次开花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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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